大家好, 華記6月27日直擊報導 這幾天有個安法, 本來是很開心的 但剛才無意中有一個YouTube影片 就是香港電台 主題是想怎樣? 香港人愈來愈恐懼 其中我旁邊有一個作家 他真的沒有改錯名字 這個作家叫梁子山 他不斷散播恐懼給香港人 但他反過來說 我們國家散播恐懼在香港 令香港人很害怕 其實我想說 我們的《國安法》 是令香港可以安定繁榮 和回復和平的 其實我們《國安法》 是專門拘捕一些漢奸走狗 人爭而賣國賊 百分之九點幾的人 都應該不會犯這條罪 澳門踏這麼久都沒有拘捕過人 但他們對於賣國叛國 可能沒有什麼意識 等於現在的時下 那些女天使 對於感情 或者對於自己的個人操守 可能他一晚和幾個人 被幾個人摘下 覺得這些完全是無關的 道德底線 或者是不懂得去掌握 對還是錯 可能現在的時下天使 一個星期被幾個人摘下 不同人、不同款 不同馬房 不同飯素 但他又覺得沒什麼 但可能是結婚生的兒子 或者是不知道 他們可能不懂得掌握 什麼叫做一個道德的操守 或者不懂得分對錯 即是我用一個比較淺白的方法 因為剛才看香港電台上點的節目 我真的看不下去 找整班甲拐 好像完全是智商是有問題的 但是牛龜那麼大件的 那些人就完全說錯了 他連什麼叫叛國 什麼叫賣國 他們都不懂得分 只懂得什麼叫自主 什麼自由 你就先搞了財務自由 那我不如用簡單的方法 可能他們不懂 對於國家的觀念是沒有的 那我不如你是打工 我想那些人有三十多歲 都有打工 那我不如用一些公司法 我做了二十多年生意 那我還有一個比喻 這個比喻是真人真事 那我就用我自己來比喻 那我幾年前在澳門發展 那我就要開華記 那我每一間華記 我都會用一間獨立的公司去開 不是說一間公司有七個 好像香港有七個BL 一個限制的公司 那不是的 我在日本就是一間華記 就是用一間的珠色會社去持有 這樣就比較方便一點 和可以容易做到這個工作簽證 那話說呢 譬如我以前想在香港找一個人過去 但是用我的公司去聘請他的時候 因為你必須要那個僱員是一個大學畢業 你才可以有一個Working Visa 可以拿到的 即是如果香港人去日本 如果你想一個工作簽證 你必須要大學畢業 這個是門檻來的 那沒有就行不行呢 沒有不是說不行的 自己給錢到老闆 但是當時我有一個香港人想請他過來做店長 他沒有大學畢業 那怎樣呢 唯有所有的東西 設定是我 那我就 入錢給他 然後他就打錢去日本 然後我那間公司就幫他開公司 因為我自己都有這個專業的飯炒 其實本身是他 我們就外聘 簽了正式的僱員合約請他過去 但是因為他沒有大學畢業 我們唯有要當他做老闆 實際就是我 你明白嗎 好了 他去到日本 那間公司是他的名字 但實質上 所有的開公司的錢 公司資源 開店、裝修、師傅、請人 來貨、供應商、客人 全部都是我的 好了 當他在那邊的時候 發覺 咦? 即是我們栽培到他 他開始可以掌握到一些營運手法 他就不斷去追求師傅 追求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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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供應商的資料 追求熟客的資料 追求熟客的資料 想自己令起勞災 那他有沒有犯法 在這個角度 他是沒有犯法 OK 其實如果與國家來 這個人是叛國 我一手一個把他過去 他現在把所有人令起勞災 但他是沒有犯法 是沒有犯法 但甚麼可以令到他犯法呢 就是 當我幫他開一間公司 拿到Visa 接著他就告訴別人 那間公司其實是他的 不是我的 原來華記不是我的 是他的 例如我六間 有一間用了他的名字 接著他就說 他要賣給另一個人 另一個人要跟我打官司 那他是不是叛國 那他一元都沒有拿出來 又完全甚麼都不懂 我們栽培他 給宿舍 給車 給信任 給自由發揮 栽培一個人 到最後他就說 這間公司是他的 其實現在正在香港 就是在發生這些事 那怎樣為之犯法呢 當他 如果要把我的公司買 賣給別人 我就去法庭告他 告他 怎樣證明 入金 他怎會有錢開公司 那些錢誰給他 我有單有巨 有根有強 我就一定贏 那他對方有沒有這樣做 他沒有這樣做 他想這樣做 但是 他始終是不夠膽這樣做 因為在於理不合 於法 肯定是說不通 所以 基本上我想說一件事 我現在只是一個 一個實實在在的比喻 當然 這個人 我已經沒有聘請 拜拜 但是問題是 他還沒有去到叛國 他還沒有去到說 要把他持有那間公司 賣給別人 他沒有做這一步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犯法 所以我們沒有去到 打官司或者報警 是沒有的 我賠一個月給你拜拜 是這麼多 就是我賠給他 你明白嗎 你看到他所作的所為 喂 在這個程度 師傅全開了你 供應商全開了你 技術全開了你 抄了你的配方 有沒有犯法 他 在我們這行來說 他沒有犯法 但是問題是 基本上我想講一講 就是香港電台的垃圾節目 我真是不堪入目 我希望這樣用淺白一點 另一件事 就要講快一點點 就是最近 如果你有聽到一個故事 就是哈巴Sir說 就是他出生的時候 有兩位朋友 一起成長的 弟弟在垃圾堆裡面 環境很差的 一個就做了黑社會 一個就做了白粉佬導友 一個就做了警司 這個就是哈巴Sir 他們出生一樣 但他們面對的人是甚麼呢 有一個朋友 同年認識的時候 很英俊 但是他認識了一條白粉佬 他就做白粉佬 就做導友 有一個人認識到一班放數的大耳孔 認識到他 變成黑社會 就做放數大耳孔 就做黑社會 哈巴Sir為何會做警司 原來他當時 就碰到一個撲滅罪行委員會的 少年警訊的人 就帶他去打康樂棋 帶他去 這個少年警訊那裡 有成網 北潭中度假營 有一些健康的戶外活動 然後令到他產生 對於香港警察 以及對於 一個正能量的接收 那就好 但是現在的問題 我想這個故事引申 就是有位網友 他就跟我說有個問題很嚴重 因為我們那個18區區議會 就被人佔領了 所有在地區的撲滅罪行 那些這樣的宣傳全部停了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人造賊 越來越多人打劫 越來越多人犯法 這位網友就是這樣的 阿歷斯 我想問問 我收到第一身的人跟我說 他出席了區議會的 破滅罪行委員會的會議 這個情況就是 現在這麼多個區 你知道被暴徒全部都佔領了區議會 在各區以往的撥款 在當區的破滅罪行 包括一些老人家病壓 一些騙案 無國類認識的騙案 羅尿 毒品問題 之類的 在各區發生 都是破滅罪行委員會的宣傳 以及舉辦一些活動 你能夠壓抑住的罪行數字 以及增加破案率 等到大部分人都認知到 每一區有不同的情形 或者屯門和洞區 有不同的情形發生 這些撥款每年都是穩定的 但自從暴徒蟑螂 霸佔了位置之後 每區的撥款 又減少七成至九成 甚至乎沒有不等 他們每一次都禁止所有的撥款 以及所有的罪行 他們都知道 但是警暴才是最嚴重的 所以就停了撥款 這個情況就非常之惡化 但是呢 我見到傳媒 以及各電子媒體傳媒 是沒有報導這個情況 只是報導區議會開會的 不開心的事件 有沒有辦法 令到有些報館 大事報導這件事 等到市民 正常人知道這件事 很嚴重很嚴重 因為他們在區議會 霸佔了位置之後 攻佔了很多的山頭 令到正常的撥款能夠出來 那有關於所有警察的 有會內特警察的事 或者是罪案的 全部都停止了撥款 或者九成八成七成的撥款 停止了 那這件事怎樣 令到傳媒知道呢 我想你們見到 那些復國怒英雄 你們可以用你們的KOL的媒體 盡量將這件事說出去 看看辦法可否改這件事 令到電子媒體或者傳媒報導 因為大部分媒體都是旺媒體 你們知道的 那這個大家商量一下 是怎樣做的 其實很簡單 小時候偷針大時偷金 如果你小時候 接觸到多些正義的東西 譬如說是警察 一些正行正規正派的東西 你就會好 等於以前 你入少林寺 你這個人就好 或者你去武當山 喂 你去百年教的 死定了 現在的年輕人 因為十八區區議會 全部拼了預算 也問過一些警察 他都告訴我們 以前這些 每一個區議會 都有些撥款 撲滅罪行 一般來說 這些宣傳 例如 到小朋友向善 做少年警訊 這些 通常區議會 不會搞 就會被少年警訊 撲滅罪行 即是被警察那邊搞 由警察那邊去統籌 以及規劃 現在因為 反對派佔領了區議會 全部都剪掉 所以現在 在少年 在青年的時候 你見到他們接觸到 很少撲滅罪行 那些宣傳單章 或者是活動 以前很多時候 有些活動會搞 但是去年他們佔領了 區議會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的小朋友越來越難教 因為 我們以前很多的渠道 是導人向善的 叫你做證人君子 叫你做男子漢大丈夫 見義勇為 路見不平 拔刀相在 這些都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唯有像我以前這樣 我以前很喜歡看 金融的小說 射雕英雄傳 天龍八步 以天屠龍記 合客行 我看很多這些金融小說 或者你再不是 看漫畫都有 漫畫 我以前很喜歡看 中華英雄 龍虎門 即是我很喜歡看這些 或者再大一點 看那時候 叫做風雲 即是你要看這些漫畫 或者是要做建議勇為的合事 或者是一個正直的人 即是你要看這些 但現在沒有 現在的小朋友全部打機 都是吃雞 到處撕殺 撕殺列車 到處都殺 現在打機 每天都不知道殺幾百人 我們以前沒有 我們以前看金融的小說 看龍虎門 看中華英雄 我看中華英雄大的 即是 即是 我記得 英雄 華英雄 華劍雄 或者 暴京雲 烈鋒 即是 我很認識這些 黃小虎 石黑龍 即是 我們以前小朋友 就很喜歡看這些 有正義感的漫畫 有正義感的漫畫 會令到你的人都正常一點 即是 就算古惑仔 都道亦有道 現在的人比古惑仔 那些人是恐怖分子 即是沒有性 現在的香港電台 說完那些事 即是 黑癡 說完那些事 完全都是 壞了腦 很難解釋 好像我今天 有幾個人過來挑我機 他說 一見到我 站著我 看著我十幾秒 喂!是他了 我又不在意 我正在拍照 接著 就 講華記正能量 講歪少少 我當時 他一見到我 就掉頭走 走幾步 就很大聲喊 我在想 其實都無謂跟這些人一般見識 跟他吵都浪費口水 所以我就放棄了 當是看不到 時運高 所以我們 不要太容易被人生氣 不過問題是 剛才看過香港電台 為何這個節目 香港人越來越恐慌 這個節目真的看得很生氣 所以大家都不要看 好了 今天片尾 就介紹一下 我們七一有個很大的活動 冒著生命危險 都要做這件事 當然很安全 我們受過一個非常正統的訓練 加上我本身都是X-Game友 就是我X-Game大好友 以前什麼都玩的 但問題是 希望我們這個七一 是充滿一個歡樂和快樂 胡善空池英鳳飄 好去片 慶祝七一 香港回歸二十三週年 五星紅旗 迎風飄揚 毫得頂 慶祝香港七一 回歸二十三週年 五星紅旗 迎風飄揚 五星紅旗 迎風飄揚 迎風飄揚 上的歌聲多麼響亮 大家好 好累 現在呢 勤加操練 因為呢 很多人降落 你看看那裡 很多人降落 今天呢 希望在七一之前 如果我想 當然是 由IFC 飛去ICC 穿過維多利亞港 然後再在西九 那個綠色草坯地降落 不過這樣說 嚇死民航署 所以呢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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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我十幾年前 經常飛的 但是因為現在要飛國旗 好大壓力 好累 好累 所以我們七一呢 會有個 五星紅旗 迎風飄揚的活動 好 迎接他降落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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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先玩那麼多 OK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日本分行的Jojo 今天就和大家來到東京參並區的Goyang 和大家介紹一個商店的傳動 眾所周知Goyang 其實是東京一個非常熱門的旅遊地點 它不單很熱鬧 很有日式風情 同時交通都很方便 僅僅需要12分鐘便可以搭乘地鐵到新宿站 所以很多日本人都喜歡居住在這裡 最近最Hit的話題 當然是周董周杰倫的MV 說好不悟的取景地之一 就是Goyang的商店街 由此可以想像是多麼日式風情 而今次我們要介紹的這個小傳動 就位於Goyang徒步5分鐘的距離 大家可以看到走過去的一路上非常熱鬧 除了有Supermarket 餐廳 你看還有美術館 一路走過去 都是人流量非常大的大馬路 便利店 和特色的Coffee Shop不斷 你看話口未完 我們已經到了今次要介紹的這個物件 就是我們眼前這個紅色磚的傳動 這個小傳動一共是上下兩層 土地面積大概是555呎 面積大概是743呎 因為土地性質非常之好 如果重建的話可以棄到三層 而他現在租領的狀況 分別租了給兩間店 一間就是一個小酒吧 而另一間就是一個整紙甲的Salon 現在每年的年收大概會是28萬港幣 圍花回報的數量都有6.6厘的 不要看著舖子小小 其實面積很大很深的 這麼漂亮位置一個舖面傳動 僅僅需要420萬港幣 你還等什麼 快點聯絡我們吧 大家好 我是世紀21日本不動產的同事Jojo 我在日本已經住了8年 之前大學主修的是設計 如果是有對日本的生活文化 或者是投資移民 Second Home等等計劃 有關有興趣的人士 就可以聯繫我 我的微信號是dear0708 dear就是親耐的英文 都會打在下面 多謝大家 歡迎大家聯繫我 拜拜